这就是常见的酸奶 在酸奶里面加入可可粉 把它们搅拌均匀 赶快告诉你的对象 只用四种基础食材 你即将解锁一个美味的甜品 加入几个鸡蛋搅匀 筛入一些面粉 搅拌均匀 再补一些糖粉 你也可以加入零卡糖 给它们搅拌均匀 过筛转入蛋糕模具 这样它可以更加丝滑 预热烤箱 上下火180度40分钟 完全冷却以后 再冷藏两个小时以上 这就是美味的巧克力酸奶蛋糕 还没有完 取一些酸奶 再兑上可可粉 把它们完全搅拌均匀 做成丝滑的酸奶巧克力酱 像我这样来上一勺 淋在蛋糕上 你看是不是简单又漂亮 顶部撒一些可可粉作为装饰 切上去的感觉就无比丝滑 看着横截面诱人的质感 这就是一个超棒的巧克力蛋糕 关键是相较于别的甜品 它真的不算那种容易长胖的 口感非常绵密 几乎不怎么需要咀嚼 而且味道也特别香浓 巧克力酸奶蛋糕太好吃了 清爽的酸奶和浓郁巧克力的味 真的太棒了 非常非常好吃 一定要在家里试试